亲爱的家长,各位弟兄姐妹们,教会儿童主日学借着年度的结业典礼,向大家展示孩子们在主日学的点点滴滴,你们有否发现孩子们长大了,年轻的老师增多了,主日学的气氛活跃了,感谢神的恩典,一直保守与看顾我们平安过来。 在这一年中,孩子们在主日学,到底都学了些什么呢?做了些什么呢?教会与你们的家是学习和认识上帝最好的地方,圣经在生命纪六章七节教导我们。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讨论。 希望每位家长与全体会众为儿童主日学祷告,使孩子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得以不断成长,一生跟随主。 各位亲爱的父老长辈和家长们,主日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每主日看到那么多可爱的孩子来礼拜堂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真言二十二章六节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爷不偏离,求上帝赐聪明智慧给父母亲,教导自己的孩子,从小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盲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现在与父母亲分享优子帮上课的情况。 优子帮有七位老师,有教唱诗歌,上课,诗琴。 优子帮年龄为三到五岁,每主日来上课的约有二十五位,三岁以下的也有十来位,但是他们还小会跑来跑去,没关系,慢慢的就会习惯,那些大的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优子帮老师很诚心欢迎你们带小宝宝来。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你们现在辛苦一点,当孩子长大了,他们自己爱上耶稣了,那时候你们就心里欢喜。 感谢主的恩典,这两年来,我们就用使用儿童圣经软戒,这一套有土片又会动的圣经故事。 每个孩子都很喜欢,也很容易明白,他们也回答很多的问题。 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主日下午三点有招待,弟兄姐妹将小桌子、凳子摆好,方便小孩子来画图画,安静他们的心。 三点半开始,有祷告,学唱诗歌,四点收奉献,有感恩祷告,四点十分开始上课,也有祷告。 我们上课的内容,以基督为中心。 小孩子,听完故事,我们就让他们吃点心,也写上祷告,四点四十五分,和小朋友一起活动一下,有唱有跳等等。 有生餐礼拜的时候,我们准备纸和图片,和他们自己涂颜色,做手工等等。 在回家之前,我们会唱一首歌,要常常喜乐,补助地祷告,凡师谢恩。 他们就很自然乖乖地一起跪下来祷告,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将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喜乐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 我们是小邦,一共有四十多位的小朋友,但是每周都有一些小朋友,因为各种原因来不了,实际到的人数是二十五到三十左右。 我们现在在上的课程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书的目的是帮助孩子认识圣经是天父的话, 记载着许多有关天父、耶稣和人的故事,让人知道耶稣和天父, 并天父借着圣经向人说话,教导人过他所喜悦的生活。 每周六都会把那一周的故事和经据发到小邦的微信群里面, 让爸爸妈妈可以在周六网上跟小朋友讲一下故事,背一下经据, 然后希望每位爸爸妈妈都能够抽空地看一下, 然后帮助一下小朋友复习一下经据跟故事。 每周日我们上课的时候都会有小视频、图片或者玩偶或者游戏, 的方式是向小朋友讲故事,让小朋友更加理解那个故事的内容。 我们的对手及的学生和教师, 那些学生的学生是 Christine Yeh, Céline Fang, Sun Ben 我们的课题是 Christine Yeh, Clémence Vu, Li Ying Wang Julie Tin Kin, Timothée Hu,我们的课题是我们的课题 可能是一些课题的课题 有些课题的课题是在课题上的课题 你会有机会的课题 我们的课题是一课题的课题 他们的课题是十分钟的课题 指上的课题iem证的课题ided课题 用低课题直理念课题 一分钟节课题 在课题夏天呐创 这是对ある理念课题 опыт Dy知课题 它的课题效果是共课 insignificant 常课题在课题 stopped 接下来的新语课 我们来的节奏 我们做语语语语语 然后一批视视近的显示 的节奏 我们做每个月的节奏 这 takes很多时间 但这件事 在这期这些 由于视频的 很重要 为能复杂取 你的孩子 和帮助 一旦我们完成 是询题词,一期节目的意思是一期询题, 这期节目是最重要的节目, 因为我们确定在这一刻的节目, 我们会在这一刻的节目, 如何他们可以出现这些节目的节目, 在 leur世上的生命。 后来的节目,我们发展过节目, 每期的节目,我们发展过期节目的节目, 每期节目的节目, 有了一些节目, 节目的节目, 而是一刻的慌悦和育童的孩子很愛 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学生的教育 后,我们会做一小终的教育 和我们离开 这时,我们会有的教育 一旦完毕,我们不停的教育 所以我们需要的帮助和合作的教育 我们要向你建议您的教育 请您的教育 与您的教育 与您的教育 Enfin, nous voudrions vous partager une petite pensée. Les enfants sont un héritage et un don merveilleux que Dieu nous a confié, et notre devoir est de les éduquer dans l'amour, le respect et la connaissance de Dieu. Comme il est dit dans Proverbe 1.8, « Écoute mon fils l'instruction de ton père, et ne rejette pas l'enseignement de ta mère. » Et dans Proverbe 22.6, « Instruis l'enfant selon la voie à qui de suivre, et quand il sera vieux, il ne s'en détournera pas. » Dans ces deux versets, ce sont les parents qui doivent d'abord être en action, pour que l'enfant puisse écouter, encore faut-il que les parents parlent en premier, et pour que l'enfant ne se détourne pas de Dieu, encore faut-il que les parents les instruisent quand il était jeune. Nous avons tous des journées d'adultes surchargées, et il n'est pas évident d'avoir du temps à consacrer à nos enfants, mais permettez-nous de vous encourager à passer 10 minutes en moins sur votre téléphone, sur WeChat ou devant la télé, et de prendre ce temps pour parler à votre enfant, de s'intéresser à lui, de l'instruire et de l'aimer, car au final, votre amour, c'est ce dont votre enfant a le plus besoin. Merci à vous, et que Dieu bénisse votre famille. Merci à vous, et que Dieu bénisse. Merci à vous, et vous, et que Dieu bénisse. 什么是受习,什么是圣仓等等 我们上课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敬拜结束后 我会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来跟学生们一起交流 鼓励他们分享这个礼拜是怎么过来的 为了使他们从小就有责任心 我会常常将一些事情交托于他们 叫他们过来当小老师或者来点名等等 我们每一个课程都是分成两个礼拜来完成 第一个礼拜我们会透过游戏来进入主题 然后第二个礼拜我会讲到这个课的内容 下课前我会让他们再复习一下 最后会把这个课的内容打在纸上 上面还有要抄写的经文以及一段给父母的话 他们有个读经表 每周要读两张用五天的时间来读完 并且每一天都会有几个问题要回答 作业方面 每一个学生都有两个本子 一个是给回答读经表的问题 另一个是给抄写经文的 每一周他们都要坚持这个读经表并且回答问题 每两周他们要抄写三次经文 当然读经表也要继续坚持不能落后 我鼓励每一位家长多花点时间 我们都要读经文的十字经文 我们读经文的读经文 我们读经文的读经文 每次那个耳朵 Noch烦我的书 我们都开始下 cores 我问到孩子猜想一想 每次 enfants connaissent 我老是要说话 人家人身上联罩 令孩子们的孕生 保持有个孩子们的爱情 他们每次的老师 他们每次的习惯 他们从父亲的专家 他们也有自己的习惯 他们也想得到习惯 因为我教了孩子们 化了像是习惯的 我们必须习惯的习惯 我们必须习惯的习惯 我们必须习惯的习惯的习惯 我们也许那个习惯的习惯 我们必须习惯的习惯 我们必须要读这些信息 而这些信息是我们必须要读每天的语言 年龄的学生年龄是从13到14岁 班级总共有30位学生 年龄是儿童主治学最后一个阶段 上课时间和其他的班级不同 是在早上10点到11点半 其他班级都有家长微信群 少年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有手机 所以我们设立了学生群 我们用的教材都是针对青少年所碰到的问题 目的是帮助他们过好少年期 这些教材的作者都是牧师 心理专家博士青少年辅导专家 今年我们讨论过的主题有 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学习祷告 坚持每天读经 关于个人的问题 我们学过 不再孤单 如何有正确的自我形象 基督徒的价值观 关于男女关系 我们讨论了真爱是什么 如何保持真结 四月份是复活节 我们整个月复习了 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周 受难周 十假七年 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 五月份是母亲节 我们学习如何孝敬父母 和父母建立更好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会学习 怎样胜过试探 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上课的方式 诗歌敬拜结束后 我会经常鼓励学生们分享 这周他们怎样经历神 是否有感恩的事与大家分享 或者读了圣经 有什么感动的经文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做一些 生活上的见证 鼓励他们去经历神 感恩见证后 接下去我们祷告 开始上课进入主题 首先一起讨论 为什么少年期会碰到某某问题 一 他的来源 有时候会投影一些图片 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二 一起想 某些问题所带来的结果 三 然后查考圣经如何教导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该怎样去面对 怎样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每一个主题学完以后 学生们都会有一张纸做总结 有学过的经文可以让他们复习 一月份开始 我鼓励每位学生每天都要读圣经和灵修 把有帮助他们的经文写在本子上 他们有一张读经 进度表 大部分都有开始读 但是很难坚持每天读经的习惯 所以希望各位家长多多鼓励自己的孩子 并且为他们祷告 暑假快到了 我给全班一个新的挑战 就是每天选出适合他们的时间 最好在早上 一起用 Conexion 这本灵修本 默想神的话语 希望家长们每天都能够提醒他们 要读经 灵修和祷告 谢谢 愿神赐福每个家庭 最后 请各位家长 弟兄姐妹 为7月10日至15日的儿童下龄祷告 主题是圣灵的果子 愿上帝祝福他们 保守他们 引导他们和使用他们